我人生中第一次跟我妈冷战吧 后来我离家出走了几天 就是因为我跟我妈一起去参加一个亲戚的婚宴 然后当时这个会 你懂的就是成年人吗 他们也没怎么见面 然后就结婚了 然后并且我知道这个男方 其实是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的 但是家里人不同意 然后那个女生就是 整个在这个结婚之前闹得很难看 就是那种非常经典的江浙小故事吧 就是父母又瞧不起另一方的父母 然后所以就要拆散他们等等 然后当时婚礼开始进行了之后 司仪就会讲一些有的没的 就是尽他所能的去吹捧这段婚姻 如何的天赐良缘啊等等 我就一直在那翻白眼 然后特别是他说到了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女生是这个男生人生的第一次心动 类似于这个话吧 我就觉得这也太离谱了吧 你说一些 你说一些其他的吉祥话 就算了 你怎么能把我们这些人都是当白痴呢 然后我就对着我妈的那个方向 我说了一句 但是我的声音其实不小 因为我觉得婚礼是个比较嘈杂的情况 我就说一句 她以前不是有女朋友吗 在座所有人都听到了 然后当下那个司仪也愣住了 结果我妈做了一件更加可怕的事情 就是她立刻打了我一巴掌 当着所有人的面 请不吝点赞 来